HELLO!大家好,我是Crystal 我是Jacky 我們是多倫多的全職地產經紀 我副業是攝影師 沒錯,我們這個頻道的影片 全部都是Jacky拍的 我負責去編輯,做後期的工作 其實我們這個YouTube頻道已經是兩年了 我們也很感謝大家一直以來的支持 謝謝 如果有什麼反應和留言 都可以隨時去訊息或電郵給我的 其實我們都很盡量每一個星期 有一個新的影片給大家去看 不過,因為自己是編輯 所以有時候編輯 實在太厲害了 對,比我上次中用更多時間 尤其是拍一個屋苑 然後要看三四個condo 感覺上好像沒有什麼 其實那些才是最浪費時間 不過都很興奮的 其實這兩年都真的 而且你找東西拍是最難的 我意思是你又要找一些 大家又喜歡看的 又有興趣的 這些是比較 可遇不可求的 都很開心 譬如這兩年都找到 大部分這樣的屋子可以拍給大家看 大家將來找一些奇怪的東西 其實我也是 我覺得很棒的 對,我們應該找一下這些 還有呢 我現在都發現了 有時候出去 逛街啊 買東西吃啊 吃東西呢 都真的有人認得到我們的 他認得到你是不奇怪的 所以我發現 但有人認得到我 那一刻才是最奇怪的 因為我通常都是 一些倒影啊 鏡啊 才會出現的 都會有人認得到 有些人很留意 但是在找你 找Jacky好像要找 Wardel Wardel在哪裡 Jacky在哪裡 然後我是很驚訝的 還有我們的朋友小樂 都沒有被人認得到 竟然 有人認得到他 對,有人認得到 不過其實沒有什麼人是認不到他的 他又夠高又夠欺負 太出眾了 對 所以我現在就發現 其實出街不可以太污衛了 可能怎樣都要塗 那你平時出街都不污衛了 那現在更加不可以污衛 甚至放兩個女兒去跳舞 我都覺得 不可以完全不化妝地出街 其實因為平時都會有人在街上撞到我 通常第一個問題 不如問我 哇,現在的樓市怎樣 第一個問題 不是說 你是不是 哦 哦 是啊 或者說 我們昨天才看過你的影片 這些客客氣話之後 真的第一個問題 關於地產都是問 哦 樓市怎樣 是啊 現在是9月21號 剛才都說了 有些朋友就會 見到面 就會問 究竟樓市是怎樣 那我們通常呢 就會拿幾個點 去跟這些朋友去談 那 interest rate supply 和 他那個 immigration 可能政府那方面 都有一些 政策 政策 這些政策的東西 是我們predict不到的 即是 譬如你真的問我 下個月會升 如果突然間政府去推出一個新的政策 他要去抬高 或者去 將價錢回落 這些不是我們 我們 就是out of our control 是的 但是你說 interest rate 好像現在由TD 他 我上次的網站看 其實他的 interest rate 大概是5-5.6% 那 這個immigration 其實都很厲害 你知不知道 是幾多人 上年2021年移民了一個人去加拿大 我不知道 哈哈哈哈 是有405,330 蛤? 想 2021年是有40萬 機場都已經封閉了 都那麼多人站住 那 今年2022年1月至6月 就總共有231,000人左右 那 在這23萬人之中 是有68,000人就定居了在Ontario 那你想一下 我當你不太多 10% 即是你有6,000個Family 他是要在這裡買地方住 因為他未必真的想住屋 他想擁有自己的物業 那他也會依然去買房子 或者其實我之前也有跟銀行 賣家去談 他就說 估計 估計 這個 不是一個 什麼 不是一個 不是一個 估計 他的 interest rate 都不會再 不斷不斷上升 始終會有回落的一天 所以有些 他們有時候都會建議 一些客人 可能去做一個 Variable interest rate 那第三個 supply and demand 那 9月份呢 那個 supply 是少了 很明顯 真的 很明顯地少了 大家都知道 少了 少了 那個課源 就會幫助了價錢 是的 雖然今年的價錢 始終是有點回落 但是我發現 某些好的房子 其實他們是 多人爭 都多人爭 不是一兩個 你也知道 D屋 或者便宜一點的 condo 尤其是一房 600萬左右的 condo 是可能有 五六個人跟你一起爭 那當然 現在那些人 說就說搶offer 但其實他們是很有理智地去搶offer 而不會真的 好像很go crazy 突然抬高 不知道多少次 那第二個問題 是 海外買家 是不是不可以在這邊 在哪裏置業 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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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這間屋 它不是用來做投資 不是用來出租 是自住的 它是可以買屋的 譬如我都知道 很多香港人 現在拿著 Working Visa 或者 Student Visa 去讀書 做事 你們是都可以去置業的 雖然是要給 20%可以買價錢 但是是可以置業 就是在四個地方住 那如果你真的 會先四年 你是拿到一個PR 政府會退還海外買家 給你 嗯 那第三個 常見的問題 就是 現在是否一個good timing 去買一個投資物業 那 我覺得yes and no 沒錯 那 現在是多了一些客戶 就會去買一些現成的物業 去投資 那因為現在的租金已經是推高了 那 在他們的角度 就是因為現成的物業 已經的價錢是低了一點 那他現在入市的話 就可以拿到那個benefit 因為那個租金是高的 那他的return就會高一些 但是你 preconstruction那些都會有人去考慮的 那就是看回你的資金 還有他的需求 就是好像我有些朋友 他們真的買一個 在down town 買一個condo的樓花 最主要可能是給他將來的小朋友 用 就是如果那個小朋友 入到很多很多大學的 那至少是有地方住 他不用去教組 所以其實 即是很個人 是的 可能因為我自己有小朋友 我吃到很多家長 所以他很多家長 都是考慮這個因素 那在這兩年裡面 我們都很開心 可能都帶到很多資訊 以及歡樂給大家 你都很開心 認識了很多人 這個也是真的 那希望大家以後 在街上見到我們的時候 就 打個招呼 是的 不要害羞 就過來打個招呼 其實我們很多廢話說 很簡單 是的 其實已經cut了很多 哈哈哈哈 那如果大家覺得 我們是有合作的機會 那也不妨訊息我們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 那就 拜拜 幫幫支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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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